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 住的会计会计预期班的内容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讲专题五固定资产 我相信大家还记着 我们专题四讲的是存货 存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 出售 而对于固定资产来说 其实它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出售 你要是为了出售 那不就是存货了吗 比如说它是为了生产呀 经营呀 或者是经营管理这一类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固定资产 另外你要想成为固定资产 还有个前提条件 我们从持有时间上来说 通常是在一年什么以上 比如说你们家的房子 就叫固定资产 而你家买的打印纸 可能就应该叫存货 只不过有人说我打印纸 没打算卖呀 我只是给你举上个例子 大件的叫固定资产 小件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存货 一个是从持有的目的上来说 绝不是为了出售 它是为了生产经营管理 持有的时间在一年以上 这样的有形资产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什么 固定资产 概念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看第一个标题 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啥意思 对于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就是您老人家得到这个固定资产 是该挤多少钱 我说过企业会计准则很流氓的一种说法 是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成本到底包括什么 比如说存货 外购的存货仅仅包括采购成本 而需要进步加工的包括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其他成本 而对于我们固定资产而言 它的成本也取决于不同来源的固定资产 我们仍然先看第一个 外购固定资产 老规矩 它依然是三个字 价税费 尤其现在增值税制度改革以来 存货跟固定资产在增值税的处理上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这块内容很简单 价指的是购买价款 税指的是相关税费 比如说关税 汽税 更低占用税 车辆购置税 这些都跟固定资产有关的 我们都记住固定资产成本 但是有一个仍然要告诉你增值税 增值税如果可以抵扣 我说的很清楚 可以抵扣 怎么着 不记住 自立门户 如果不能抵扣的增值税 怎么着 记住固定资产成本 这跟存货的口径没区别一模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费 存货的费不是叫入库前的合理支出吗 而这儿我们也给他起个名字叫完工前的合理支出 完工前的合理支出 这个完工是啥意思 准确来说说一个专业术语就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俗称完工前 然后所发生的可归属于该项资产预出费 装卸费安装成本 其中有一个内容一定要给我单独的记 专专业人员服务费 为啥他要单独记 因为有一个是记入的专业人员的服务费 啥叫专业人员的服务费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们单位买了一个数控机床 这个数控机床里边有程序 有硬件没问题吧 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给你调试 你能用吗 不能 所以这个专业人员服务费 一定是在你完工前发生的 而且是你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必须发生的 所以专业人员服务费是记入固定资产成本的 但是有一个不记入 是什么呢 是员工培训费 啥叫员工培训费 我仍然以数控机床为例 数控机床专业人士给你调试好了 也安装完了 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已经完工了 你才能对员工进行培训吧 这个员工培训费一定是完工后发生的 结论是不记入固定资产成本 不怕麻烦 再说一遍 专业人员服务费是完工前发生的 记入固定资产成本 它是完工前的合理支出 而员工培训费是你完工之后 才能对员工进行培训 他不记入固定资产成本 所以固定资产的原职中 不包括员工培训费 但包括专业人员服务费 包括哪个不包括哪个 牢牢的给我记死了 这是2014年综合体里边 甚至都考到了这个点 一定要记住 好 那么相关税费 不包括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净下水额 要不能抵扣呢 不能抵扣是记入固定资产成本的 能抵扣就不记入 这个我就不再给大家单独的举例子 固定资产的成本跟存货的成本 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不再单给大家举例子 也是价税费 能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除了外购固定资产 还有一种叫自营方式建造固定资产 实际啥意思 就是自己买料 自己盖房 比如说我有手艺 我就是下边就有施工队 我自己买水泥钢筋沙子 我自己的工人建房 这就叫自营方式 它不是外购的 首先可以肯定一件事 如果你要盖房 你是不是得买地皮啊 那么如果为建造固定资产 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省权 而支付的土地创金 不记住再建工程成本 啥意思呢 就是你买的这个地 我们不记住再建工程成本 应该确认为什么 无形资产 什么土地省权 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我有必要给你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想建一个厂房 我想建一个厂房 很简单一个道理 那是不是下边应该是买一块地啊 你买的这块地是建厂房 建厂房干啥用的 建完厂房肯定自己用 那好 你买的这块地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无形资产 买的这块地称之为无形资产 我这么说能听懂吧 好 那么上边盖房 你在盖房之前得买水泥沙子呀 你买的这些水泥呀 沙子呀 石子呀 钢筋呀 这一类的 是为你建的工程而用的 是打算卖的吗 不是 还记得不记得 他有个专业名词叫啥来着 对 叫工程物资 叫工程物资 没用之前叫工程物资 那我陆陆续续的开始盖这个厂房 只要我领用了工程物资 开始拿水泥 钢筋 沙子 王七马 这个厂房 那么此时此刻 这个工程物资就改名了 改名叫什么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在建工程 记住了 能够称之为在建工程的 只是你上边盖这个厂房 当然除了工程物资 还有什么人工呀 其他费用都可以称之为在建工程 如果等你这厂房完工了 我们就把它改名叫什么 叫固定资产 你发现一个问题了吗 你下边这块地是为盖厂房自用的 这块地妥妥的叫无形资产 它的名字不变 而上边盖的厂房 买的水泥钢筋沙子 叫工程物资 如果开始盖了改名叫在建工程 盖完了叫固定资产 这个盖完了叫固定资产 也叫达到预定什么 可使用状态 就改名叫固定资产 下边叫无形资产 上边叫固定资产 这是规矩 前提条件 你盖这个房是自用的 您还记得不记得 如果您本身要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您本身要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还记得 记得啥规矩啊 就是你买的地加建的防花的钱 统一记住哪呀 开发成本 完工了总一转到什么 开发产品 卖了统一转到主营业务成本 那么这俩开发成本和开发产品 都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什么 存户 你发现了吗 同样是买地皮 买完地皮 自己盖方自己用 下边的叫无形资产 上边的固定资产 而房地产开发企业也是买地皮 但是买地皮连房一块卖 地皮和盖的房都叫存户 同样是地皮 同样是买来的 不同的用途 自用的叫无形资产 如果打算出售的 叫房地产开发企业 这个先记住这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个 企业为构建固定资产 准备的各种物资 应该按照实际支付的买价 运输费 保险费等相关税费 作为实际成本 就是水泥沙的狮子 叫工程物资 这儿的工程物资 不要想的有多神秘 它依然是 价 税 费 价 价依然是买价 税 依然不包括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费 我们也可以认为入库前的合理支出吧 如果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它做分路的时 跟原材料一样 买的时候是借工程物资 价税费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 代方 比如说花钱了 是银行存款 这是第一个 我们所谓的买 那如果领用呢 我不说了吗 只要开始用 它就改名叫什么 再建工程 如果领用就是这样的 工程物资少了 代工程物资 借啥呀 借再建工程 你看 自动它就倒在再建工程里边去了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想说一下工程物资的盘亏 报废 回损 先不用管这几个词是啥意思 盘亏 报废 回损 如果用一个字来表示是少 两个字来表示不就是少了吗 那少了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代工程物资 少了一定是代工程物资 为啥呀 因为工程物资是资产类减少 积带方吗 那借方该写哪个科目呢 在写借方科目之前 我问你 就跟存货的盘归回损一样 有没有人赔你 如果有人赔 有人赔的那部分 记住其他什么 应收款 比如说我工程物资少了100万 有人赔30万 那剩下的70万 记住哪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 记住了 您的盘归回损包废 剩下的70万 记住哪 取决于 当您发现盘归回损包废的时候 它是在完工前还是完工后 我们以完工为分界限 如果你在完工之前 这个东西还叫什么呢 叫在建工程的 完工之前不是叫在建工程吗 那好 我将来在这就把这70万给他 记住什么 在建工程 但您小心 我是盘归回损包废100万 我100万都记在建工程吗 不是 是扣除保险人赔款之后 剩下的70万净损失 即在建工程 这是一个工程尚未完工的 我们进入工程项目的成本 所谓工程项目的成本 就是什么 在建工程 可是如果他完工了 他已经改名叫什么了 固定资产了 已经改名叫固定资产了 没有在建工程 正回事了 你就不能把在建工程里边记 我们就把这个在建工程给的剃掉 换成谁啊 完工之后 这不是毁损了吗 我们就正常的记住营业外支出 有人说用不用区分 什么管理不善造成的 不用 存货要区分管理不善 还有收发几辆查座 而固定资产直接记营业外支出 这是规矩 完工之前记在建工程 这叫记住工程成本 完工之后已经叫固定资产了 不能把在建工程里边记 直接记营业外支出 我刚才举的例子是怎么了 少了 所以对于建造期间盘亏回损包费少了 那就是带工程物资 借方把净损师记住什么 再建工程 而工程完工之后 带工程物资 如果你借方有其他应收款的 给我借其他应收款 剩下的差额完工之后 只能把净损师给我记住哪 营业外支出 这是我们所说的盘亏回损包费 那如果是盘盈呢 盘盈的道理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我也要区分是完工前还是完工后 完工前还是记载建工程 完工后蒙的蒙的出来 记哪 营业外收入 所以如果是盘盈 道理跟它是一样的 建设期间盘盈不是多了吗 借工程物资 最后把净收益给它记住 再建工程 这个再建工程什么类 资产类 你要是盘归回损 报费 我们叫记住再建工程 这个还好说 资产增加不是表示记住吗 而你如果是盘盈 这是带再建工程 这表示充减 再建工程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 充减工程项目的成本 充减工程项目的成本 我这么说听懂了吧 所以记住了 盘归回损报位是借再建工程 叫记住 而盘盈是带再建工程 表示充减工程项目成本 如果完工之后呢 肯定是记住营业外什么收入 就可以了 但我必须提示大家一句话 是不是任何原因造成的 是不是任何原因造成的盘亏 回损报费都要区分是完工前还是完工后 不一地 如果是非常原因造成的工程物资的盘亏 回损报费 我们不区分完工前还是完工后 统一记住哪呀 营业外之处 每年讲的这个例子 我都会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座的可能有人考造假工程师 造假工程师现在分为一级和二级 我当年考的诗还是不分级的 因为在会计师事务所嘛 诸多会计师事务师评估师这些都考完了 实在很无聊 同事也都在学造假工程师 我当年也就考了一个 一共四门课程 只有案例是计算的 剩余都是选择的 当年考造假工程师的时候 我记得是天津理工大学 有一个老教授给我们上课 他讲了这么一件事 他说当时呀 在海南有一个施工工地 在工地上码着很多施工机械呀 水泥沙子这些 等第二天早晨一看 所有的东西没了 后来别人肯定就想 是不是被人家偷了呀 后来怎么琢磨 要被人偷了 总的有脚印有痕迹吧 然后施工现场特别干净 后来专家研究来研究去 是怎么着 涨潮了 然后所有的海水 把这东西都卷到海底去了 这不就是非常原因造成的吗 你的水泥沙子钢筋都没有了 这种叫盘规回损包废 完工了吗 没有 本来应该记住再建工程 但是对不起 对于这种非常原因造成的工程物资的盘规回损包废 我们统一记住哪 营业外支出 记住了 如果你不是非常原因造成的盘规回损包废 完工之前 即再建工程 完工之后 即营业外支出 如果是非常原因造成的 不区分完工前 完工后 统一记住哪呀 营业外支出 就可以了 其实大家考完会计也可以考一个造假工程师试试 我记得我第一年考的时候因为案例缺考了嘛 当时上是算什么是两满柱的水泥面积 用多少方的水泥 然后第二年考的时候我记得是让算一个坡五顶 他到底用多少水泥告诉你水泥的层后是多少 基本上都晚光了 只不过确实手里还有这个种数 这就是盘规回损报废的工程物资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 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那第二个 固定资产折旧 这个折旧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后续什么 计量 折旧呀 简直呀 这些我都称之为后续计量 那么先说什么叫折旧 总的来说 折旧本身就是一种什么 贬值 本身就是一种贬值 举个恰当一点的例子 如果我买一辆车 最初全下来是十万 这十万我们通常称之为原值 然后您开的特别特别狠 这个车您一共开了十年 最后一分钱都卖不出去了 但是国家会给你兜底 一分钱卖不出去 国家说我给你五千块钱的报费补贴 大家想一下 车是固定资产吧 然后如果从十万到最后 报费时只有五千零点五万 你这个车总的贬值额是多少 总的贬值额是九点五万 这个总的贬值额九点五万 就是我们这所说的应计折旧额 其中把这十万称之为是什么 原值 而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 我们实际在取得一项固定资产时 我就会预计一下 这固定资产期满时 它还能值多少钱 也就是说这零点五万 就是我们所说的预计什么 净残值 那将来应计的折旧额 就是十万减去零点五万 总的折旧额是九点五万 没问题吧 好了 那么将来这九点五万 你不使了十年吗 我一定是把这九点五万 用一定的方法 比如说第一年分多少 第二年分多少 一直分到第十年 反正这十年总的累计贬值额 是九点五万 但是有一种情况 如果你已经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那么将来你应计提的折旧额 我们要扣掉什么减值准备 其实啥意思 减值准备不也是一种贬值吗 你折旧也是一种贬值 最后你这九点五万 要不然你是以折旧的形式体现出来 要不然你是以固定资产减值的形式体现出来 反正这两种方式体现的最终结果 就是你的总的贬值额九点五万 就这个意思 大概能听懂就可以了 因为这一块我不想再给大家举例子 因为后边折旧的方法我还没有说 先说到这儿 那么先说第一个固定资产的折旧范围 这是啥意思 就是你守了有的固定资产 哪些固定资产应该提折旧 应该提折旧就是每一年你计提的贬值额是多少 对吧 我们应该对所有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这句话是错的 有两种情况不提 就是除了以下两种情况应该对所有的固定资产提折旧 第一个 以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我这车买的是十万 我这车报费是不论是这车报费能什么 只要有车架子在国家就会赔偿我五千 那么我原本预计省十年总的贬值额9.5万 我已经提了折旧了 再到了十年之后 这车还能开 我又开了一年 还有油市可炸吗 没了 没有油市可炸 我们第十一年的时就不再集体折旧 因为油市炸干了 仍然继续使用的 不再集体折旧 第二 按照规定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其实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国家刚建国的时候会单一所有制 那就是国有企业嘛 那么将来他就说这块地归这个国有企业 那块地归那个国有企业 但是土地会有折旧吗 不会 所以他让你把这土地作为固定资产来核算 但不允许你提折旧 因为土地没有什么折旧 那我能问一下吗 在过去土地算固定资产 不计提折旧 而能告诉我现在我们得到的土地算什么吗 有人说不知道 你知道 我买的土地叫土地使用权是无形资产 所以我为什么说单独估价入账的土地是历史遗留问题 道理就在这 别说了 以提族折旧的不提 单独估价入账的土地不提 剩下的都提 剩下的没有极特殊情况都提 那好 为使用的不需用的固定资产提吗 提啊 你只说提族的不提 单独估价入账的土地不提 剩下的哪怕你没有用它 哪怕你不再需要它 只要它叫固定资产照提折旧 只不过这一部分折旧 我们记住管理费用 这一部分折旧 我们记住管理费用 比如说给大家稍微画个图 如果一个固定资产的寿命 假如说是五年 那么前两年呀 是归销售部门来用 那好 前两年每年的折旧 我们都记销售费用 到第二年年末 这个固定资产我不再用了 未来三年我都没用 未来三年提折旧吗 提 只有单独估价入账的土地 和提族的不提 剩下都提 只不过后三年再提折旧时 我不再区分你是哪个部门 反正没人用吗 我们都记管理费用 第一提折旧 第二 未使用不需用的固定资产 提折旧 记管理费用 这个别错了 那么第二个 出于更新改造过程 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 应该把账面价值转入 再减工程 不再集体折旧 永远记住一句话 我要提折旧 前提您是固定资产 如果有一天进行更新改造了 你根本不是固定资产 何谈提折旧 有人说啥意思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原来有个固定资产 我用了两年 我怎么觉得这个固定资产这么不好用 比如说这固定资产是房屋吧 两年之后呢 我可能就要给他进行装修呀 改阔建等等 这个过程 叫改阔建 或者叫更新改造 我们国家有一个规矩 您改阔建好 更新改造 在我画阴影的这段时间内 你不能再叫固定资产 因为你没用 一直处于装修状态 画阴影的这段时间 我们把它叫做再建工程 我只对固定资产提折旧 而您画阴影的这段改阔建 期间叫再建工程提折旧吗 不提 就这个意思 再过建工程 是改阔建期间的名称 不具体折旧 那么第三个固定资产提足折旧后 不论是否继续使用 不再具体折旧 有事炸干了 就不再炸了 第四 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 不再补提折旧 您预计他使用五年 使用两年 你提了两年折旧 他就报废了 那么后边三年也谈不上 再提折旧 就跟一个人欠你钱 这个人比如说很不幸 比如说去世了 你能跟他说你出了 你还我钱 那还不下几个跟头 所以提前报废的 不再补提折旧 那么第五个替换 使用的设备提折旧 比如说这个设备用三个月 那设备用两个月 那么在这个设备用三个月时 那个设备处于停用状态 也照提折旧 包括大修理停用的固定资产 都是正常提折旧 听懂了吗 只有更新改造 不再具体折旧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是计题折旧的范围 很重要 不要小瞧的 你说我们是考著作怪 的师的 能考这种题 真考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基础 那么第二个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我前面不是说了吗 您告诉我总的贬值额9.5万 您告诉我 您能使用十年 最终一定是把这9.5万 分配到这十年 是一定平均分配吗 那可不一定 取决于您的折旧方法不同 但是这十年折旧的累计数 在不考虑减值的情况下 一定正好等于9.5万 所以我们企业应该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啥 预期经济利益的消耗方式不同 选择合理的固定资产折旧 单看某一年 它不一定都是折旧相当 但是累计数一定是9.5万 这就是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 我们能选择的折旧方法包括什么 第一年限平均法 第二工作量法 第三双倍余额抵减法 第四年数总和法 其中这个其中 貌似这句话咱们见过 对 在讲我们八个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时 其中提到过一个加速折旧法 双倍余额抵减法和年数总和法 俗称为加速折旧法 体现了哪个原则 没错 谨慎性原则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已经确定 不得随意怎么着变更 不得随意变更 那我们看这四种方法 一会我告诉你什么叫加速折旧法 先说第一个年限平均法 我们现在很少有这种称呼 但是有时也把它叫做直线法 啥意思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固定资产的原值是10万 我告诉你预计的净残值 在你得到固定资产时 你就要把它的预计净残值给它算出来 假如说预计净残值是1万 我告诉你这个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 预计使用年限 比如说是5年 那我要问你 年限平均法又称直线法 很简单 你总的贬值额是多少 有人说我不知道 你知道总的贬值额是10万减1万 总的贬值额9万 对吧 总的贬值额9万 如果我认为这5年的贬值额是每年相等的 我用9万除以5不就可以了吗 马上就算出每年的贬值额是1.8万 这1.8万其实就叫年折旧额 1.8万 这就是年限平均法 这就是直线法 非常简单 就是原值减预计净残值 除以年限每年的折旧额1.8 那就是5个1.8 正好是你总的贬值额 那可能有人说老师这个跟你讲 医生这个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说这个预计净残值时 可以给定是1万 也可以给定一种方法 叫预计什么 叫净残值率 预计净残值率 比如说10% 如果我告诉你预计净残值率是10% 你也要会算还是原值10万乘以预计净残值率得净残值 那么咱们说了年限平均法不就是用原值10万 减去预计净残值 预计净残值等于10万乘以预计净残值率10% 除以5年 你发现一件事了吗 分子都有一个10万 我把这10万给的提供因是提出了 10万乘以1减10%除以5年 那么如果我把这除以5写在下边 乘出法是满足这种结合率的 那么是不是10万是我们所说的原值 你后边的式子是不是就变成了1减10%除以5 这10%是什么预计净残值率 1减预计净残值率除以5 我们都知道这个式子算出来的是年折旧额 我们就把原值以外的这部分 1减预计净残值率除以年限叫年折旧率 10万乘以年折旧率就得到年折旧额 如果再除以12就得到月折旧额 没了 我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方法 因为它没意义 考试时你找能算对就行了 将来我要跟你说年限平均法 你就记住原值减残值除以年限 记住最原始的公式 年折旧额有了 有人说老师月折旧额怎么算 很简单 一年等于多少个月 12个月 1.8除以12就是月折旧额 没了 何必非要记什么年折旧率月折旧率 不用 我们看一下 一座厂房原值50万 预计使用10年 预计净残值率为10% 那么原值50减预计净残值 不就是50乘以什么 10%除以10年吗 这是年折旧额 而他这让你算的是月折旧额 再除以什么 12 算我写的不规范 那就是这个 如果用教台的方法来算 先算出年折旧率 再算出月折旧率 再算出月折旧额 没必要 只要用这种方法 一步到位 能给他算出来就可以 这就叫年限平均法 原值减残值除以年限 就年折旧额 除以12是月折旧额 没了 这是第一个 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每年的折旧额是什么 相等的 每个月的折旧额也是什么 相等的 那么第二种方法 叫工作量法 这个工作量法呀 实际上是隐身自年限平均法 隐身自我们所说的年限平均法 为啥呀 他分子仍然是原值减 预计净残值 只不过他分母有变化 他分母除以的不是年限 他除以的是总工作量 除以的是总工作量 啥意思呢 就是我会告诉你 这个固定资产一共能用多长时间 比如说我要算一个特别大的灯泡的时间 他能开1000小时 那我就除以总的1000小时 你这个月开了多少个小时 我就用一小时的钱乘以这个月的小时数 如果一个车能跑10万公里 就是除以10万公里 算出一公里多少钱 你这个月跑了多少公里 就乘以多少公里 他比年限平均法 貌似要更可靠 对吧 他是原值减预计性残值 除以总工作量 每个月的折旧额 就是这个月的工作量 乘以单位工作量的折旧额 就可以了 这就叫工作量法 年限平均法 下边除以的是年限 而工作量法下边除以的是总工作量 就那一点区别 好了 我们看这道题 某些一辆卡车原价或者原值是6万 预计总理程为50万公里 那就除以50万公里 我算出来的是什么 一公里的折旧是多少钱 一公里的折旧 只不过分子要原值减残值 预计净残值率5% 那就减去60万乘以5%吗 算出一公里 0.114 他说本月行驶400公里 那就0.114乘以400 等于45.6 还是一个年限平均法的思路 只不过他除以的是总公里数 这个大家要知道 这是第二种 我不用再过多的解释 第三种终于来到这了 双倍余额底减法 双倍余额底减法 双倍一定体现在乘以20 你要是三倍就不可能是乘以2 那有人说为啥乘以2不乘以3呢 因为你不是财政部部长 你要有一天当财政部部长 你说我把这方法去掉都没关系 你说乘以100都没关系 到时你怎么定 我怎么讲 但现在你不是 我们规定就是双倍余额底减法 双倍余额底减法有什么特点呢 是指在不考虑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的情况下 是永远不考虑吗 不是 是最初的时候不考虑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情况下 我们算出折旧 啥是考虑 在最后折旧到期前两年 我一次性的把预计减残值给它扣除 那么我们往下说 大家想一下啊 从年限平均法这来说 我们是原值减残值除以什么年限 除以5年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五分之一呀 除以5可以写成乘以五分之一 没问题吧 双倍余额底减法其实就是来自于这 你比如说折旧年限是五年 他就写成年折旧率是五分之一 但是年折旧率是五分之一 不是没有体现双倍这个概念吗 我再给它乘以二 如果折旧年限八年就是八分之一乘以二 十年就十分之一乘以二 乘以二就体现了双倍 五分之一乘以二不就是百分之四十吗 这就叫年折旧率 有了年折旧率 我们怎么算年折旧额呢 最初不考虑净残值 在最后两年平均探销 比如说折旧年限八年 前六年不考虑净残值 最后两年一次扣掉 比如折旧年限十年 前八年不考虑最后九十两年一次可以扣掉 啥意思呢 我们往下看 比如说这道题 某企业一项固定资产原价是两万 预计使用年限为五年 预计净残值是二百 这个预计净残值二百 也可以表示成预计净残值率是多少 百分之一 两万乘百分之一不就得二百吗 按双倍余额递检法计算折旧 每年的折旧额如下 这是啥意思呢 假如说这一道题一模一样的例子 我让你用年限平均法来算 你的年折旧是怎么算的 当然是两万减缺二百除以五年 月折旧额呢 在这个基础上再除以十二个月 一年有十二个月吗 可是现在不对 我现在不是用年限平均法 我要用双倍余额递检法 双倍余额递检法就咬死两个点 第一 最初不考虑固定资产的净残值 第二 在最后到期前两年 我扣掉预计净残值之后 给它怎么着平均贪消 啥意思 我现在说 那现在是不是预计年限是五年呀 那最后两年应该是第四和第五年 那就意味着前三年你正常的算 到第四年和第五年两年 给它一次性的把预计净残值减掉 除以二 怎么减 先别着急 这不叫双倍余额递检法吗 五年的年折旧率就是五分之一乘以二 所以年折旧率是五分之一乘以二 那不就五分之二就应该得百分之四十吗 那第一年的折旧 我说了 只有最后两年四和五两年 一次性扣掉净残值 那就意味着前三年 扣不扣预计净残值不扣 你原值是两万 就直接用两万 乘以百分之四十等于多少 八千 这就是第一年的折旧额 那第二年折旧额还用两万乘以百分之四十 不对 已经提了一年折旧 是两万减去第一年折旧八千之后 乘以百分之四十得四千八 那第三年呢 前面不提了两年吗 是两万减第一年折旧八千 减第二年折旧四千八之后乘以百分之四十得二八八零 前三年都这么算 那如果这个折旧年限要是八年前六年都这么算 第一年直接用原值成第二年减第一年的 第三年减前两年的乘以年折旧率 那么写完这三个之后 不还差最后两年吗 你跟我说的是 到期前两年平均弹销 两年当然要除以二了 用谁平均弹销 原值两万 减第一年折旧八千 减第二年折旧四千八 减第三年折旧二八八零 减在这一次性的把残值二百减掉 除以二 那就意味着四五两年的年折旧额是相等的 都是二零六零 你发现一个问题了吗 最初不考虑净残值 只是在最后两年一次性的减掉残值之后 除以二 第一年折旧八千 第二年折旧四千八 第三年折旧二八八零 四五两年折旧二零六零 折旧每年在逐期递减 每年在逐期递减 这就是加速折旧法 前期提的多 后期提的少 体现了哪个原则 谨 深 性 原则 这就是加速折旧法 双倍余额抵减法 我就跟你讲到这 我相信大家听懂了 那么如果我们要说折旧方法的最后一种叫年数总和法又称合计年限法 它是什么呢 它是每年乘一个递减的分数 啥叫递减的分数呢 很简单 这个分数的分母 永远是从一加二加一只加到几呢 折旧年限几年加到几 比如折旧年限五年 就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 折旧年限八年 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 折旧年限十年从一加到十 而递减的分数是什么 比如说以十年为分界限 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加十 这是分母 分子是分之十分之九分之八 一直到七六五四三二一 如果折旧年限五年 分母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 分子是五四三二一 那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还是以上边的力为界限 原价是两万 预计净三只二百 预计年限是五年 对吧 五年就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 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得多 十五 那么他的分数一定是十五分之几 五年嘛 分之五分之四分之三分之二分之一 十五分之五 十五分之四 一次类退 而他的基础一定是原值减净三值 有时候老师不对 你不说不考虑净三值吗 你糊涂了 双倍余额抵减法 最终不考虑净三值 只是在最终到期两年一次性扣掉 平均探销 而年数总合法要始终考虑净三值 他的基数永远是原值减预计净三值之后 成个递减的分数 他每年的基数是一样的 而分数在递期提前 他算出的折旧分别是 6600 5280 3960 2640 1320 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折旧在递期的什么 一简 这也叫加速折旧法 也体现了什么 仅顺性原则 前提提的多 后期提的少 所以我们四种折旧方法 其实已经讲完了 属于加速折旧法的 就是双倍余额递减法 再看一下 第一年直接乘用原值 第二年减第一年折旧之后算 第三年减前两年折旧之后算 最后两年平均探销 也是前期折旧多 后期折旧少 而年数总和法也是折旧逐期递减 这两都叫加速折旧法 听懂我说的话 年限平均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数总和法 这三种必须会算 我们等讲到诸多冠军师教材 第二十章所得税的时候 我们等讲到第二十七章 合并财务报表的时候 必会用到这些方法 你只要不会 后边的内容肯定全错 所以在这儿一定要把这些折旧方法基础的掌握好 不要说太简单的 你瞧不上 太复杂的 你又不会 那你会什么 把基本的掌握住就可以了 这是四种折旧方法 好 我就说到这儿 那么企业应当按月计题折旧 当月增加的 比如说二月一日增加的 二月提折旧吗 不提 从哪月开始提 三月 当月减少的 比如说二月一日减少的 二月照提 从哪月开始 不提 三月 就是记住一句话 固定资产提折旧是按月提 提和不提都是从下月开始 您准备提折旧了 是从下月提 您准备不提折旧了 也是从下月开始 不提 提和不提都是在下月 问你第二个问题 这个折旧相当于是什么 是资产类的叛徒 资产类增加即借方 而他增加即带方 资产类的叛徒吗 借方写什么 取决于您这个固定资产 不同的用途 比如说你基本生产车间 使用的固定资产 提的折旧叫制造费 记住制造费用 等于记住了啥 从和成本 您管理部门提的折旧 等于记住管理费用 还有一个未使用的 我说过 不论你原来多么辉煌 原来用哪个科目 只要你现在不用 你这固定资产提的折旧 都是统一记管理费用 销售部门提的折旧 即销售费用 工程 有人说咋还有用于工程的固定资产 比如说交手架呀 或者那种升降机 塔雕呀 那一类是固定资产 是 他提的折旧 既在工程 用于研发无形资产 比如说我研究设备 提的折旧 既研发之处 您就记住 不同用途 不同部门的折旧 我记的科目是不一样的 就可以 这个我就说到这 那么第三个标题 固定资产处置的会计处理 这个处置呀 范围很广 这个处置一定是一种人为的 但是他不包括什么 不包括盘亏 因为处置本来就少了 但不包括盘亏 你听好了 如果你是固定资产盘亏 啥叫盘亏 我账上记载着 我有一个塔丢 我到实地看没了 人偷走了 你甭管人家怎么偷走的 这叫盘亏 这种盘亏的固定资产 是通过贷处理财产损益核算 是通过贷处理财产损益核算 除了盘亏之外的 我们这种减少统称为处置 反正就是少了 我们通过固定资产清理这个科目核算 再说一遍固定资产少了 我不论你怎么减少的 比如说你拿固定资产对外投资了 你拿固定资产跟人换东西了 你拿固定资产还债了 你把固定资产卖了 随便 只要你是盘亏造成的减少 我们用的是贷处理财产损益 就跟我们专题四讲的什么 讲的存活一样 你减少了 把固定资产消掉了 借方鞋带助理 最后把带助理写成反向 这个是后话 我先不说 除了这个之外 你的固定资产减少了 我们统一认为它是什么 处置 这个处置呀 也要用的一个后部队员 叫固定资产什么 清理 叫固定资产清理 盘亏是少了 用贷处理财产损益 如果是其他原因 我们统一称之为处置 叫固定资产清理 这个固定资产清理呀 跟这贷处理财产损益是 一揪之后 他们都是后部队员 你就记住 没有人站这个位置 他站 等有人站了 他会反向怎么站 接转 这是一个 那么后边我补了一句话 出售报备 毁损的会计处理 固定资产清理 不利及借方 有利及贷方 最后转随意 你不用理他 带助理财产随意 不也是这样的吗 原来他占借方了 你接转就转到贷方 原来占贷方 接转转到借方 一样的 那么我们需要掌握的是什么 就是这一块的什么账务处理 这一块的账务处理 慢点说 假如说 我有一个机器设备 我有一个机器设备 我告诉你 这个机器设备的原值 是100万 我再告诉你 这机器设备 累计计题的折旧 是30万 我再告诉你 这个固定资产 曾经计题了 减值准备 比如说5万 这是已知条件 但是我没告诉完你 结论是什么 我把这机器设备 给怎么了 出售了 那要出售 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 是我的什么 固定资产 我要把固定资产 给出售了 我是不是第一步 要把固定资产 转入清理 啥叫转入清理 就是固定资产 要给卖了 我账上还有固定资产 没了 把固定资产 给我消掉 这个过程 就叫转入清理 这个过程 就要转入清理 第一步 这个机器设备 要没了 那不固定资产少了 固定资产 什么类科目 资产类 资产类增加 解放 减少 解带放 那一定是带固定资产 一百万 固定资产 这核算的肯定是原值 接着往下注 那么固定资产 没了 谁也跟着减少 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 是资产类的判读 资产 同理 资产减少 记带放 而他减少 记 你不用特意去记 只要你记住 固定资产减少 记 带放 累计折旧一定跟他的方向相反 累计折旧也会减少 累计折旧减少 就会记 解放 谁还会跟着减少 固定资产没了 也留不下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他也跟着减少 记解放 那最后 我等于把固定资产消掉了 累计折旧消掉了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消掉了 插额记住哪 候补队员呀 这不是出售吗 只要不是盘亏 我统一用 固定资产清理这科目 我们有借 必有贷 借贷 必相等啊 那最后差多少 贷方是100 借方才35 差多少 差65 这65 是哪来的 其实就是倒计的 有借 必有贷 借贷 必相等吗 我说他是倒计的也行 其实他就是你固定资产原值 减去累计折旧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得到我们65 这65对于存货而言 你还记得不记得 我们减去存货 跌价准备得到的叫账面价值 账自然也可以成之为账面价值 这65是账面价值 是此时此刻 这个固定资产还值65万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 发生了清理费用 如果我卖这固定资产 让人给月花了两万块钱 那就是带银行存款两万 借方写什么 借方记住了 我们借方应该写什么呢 候补队员呀 没人占的位置 他都占固定资产清理两万 那第三个 我要卖这个机器设备 我要问你卖了多少钱 假如说你告诉我售价是八十万 我告诉你增值税税率百分之十三 那怎么着 售价八十万 那么借银行存款 我只收你八十不对 你记得不记得我买东西支付的是含税价 我卖东西也要收你的含税价 一定是八十加上八十乘以百分之十三 咱们算一下 八十乘以百分之十三 应该使得十点四 加上八十应该使得九十点四 这是收的钱 借方如果是卖产品 带主营业务收入 现在是卖固定资产 绝不可能用主营业务收入 他用的是什么 固定资产清理 这儿的八十代表的是售价 代方会有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肖项税额多少 十点四 没了 那有人说出售这样 如果我得到的残料收入 啥叫残料 就是我把这设备给卖了 然后我扣不扣不 找不找不 我卖废品 我收到废品是多少多少钱 那么 如果收到的废品能用 那就是借原材料带固定资产清理 如果收到废品不用 把废品卖了 也是借银行存款 带固定资产清理 带交向水额 我就不再单数了 这是第三步 那么第四步 如果我现在是出售 还得罢了 我要是报备回损 应该保险公司会赔我钱 假如说保险公司赔我钱了 我收到钱借银行存款 应收而未收的时候 我记住哪呀 其他应收款 还一款永远是其他应收款 带方是什么 固定资产清理 只不过我现在是出售 我卖设备 保险公司不可能给我钱 我就不用理他了 那第五个 清理净损医的处理 这是啥意思 没明白 我告诉你两句话 哪两句话呢 听好了 第一句话 我们一定要分成两种情况 我们一定要分成两种情况来说 哪两种 第一 如果对固定资产而言 包括后边的什么 无形资产 也适用这个道理 对固定资产而言 你记住了 如果这个东西在你手里边 在你手里边 不是因为转移给别人 就在你手里边了 咔嚓一个大雷 把这个东西劈坏了 或者在你手里边 就是工人操作失误 把这设备弄坏了 只要是在你手里边 毁损了 报废了 这些我们要区分 你到底产生的是净收益呢 还是净损失 如果是净收益 记住了 我们记住 营业外收入 如果是净损失 那我们记住 营业外什么之处 就是不是在买卖 转移过程中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从你手里边 转移到别人手里边了 比如说我把这机器设备卖了 比如说我把机器设备 投资给另外一个公司 比如说我拿机器设备还债了 随便 只要从你手里 到了别人手里边了 那么将来 我们不论是净收益 还是我们所说的净损失 科目都是一样的 叫资产处置 随益 叫资产处置随益 那有人说 这到底是净收益 还是净损失 你忘了吗 我们前边学专题 一直曾经说过 一个其他综合收益 它既代表利得 也代表随益 代方代表利得 借方代表随益 这个资产处置随益 也是这个样子 如果它在代方 表示净收益 借方表示净损失 所以你要记住了 将来你的净损义 记住哪 如果就在你手里边 比如说报废了 回损了 不是因为买卖 不是因为转手造成的 净收益 即盈意外收入 净损失 即盈意外支出 如果从你手里 挪到别人手里边 不论是投资了 出售了 处置了 我们不论净收益 净损失 都记资产处置随益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这是两种情况 当然了 对于无形资产而言 你说我有个转理权 就在我手里咔嚓一个大雷 它就产生净损失 不可能 无形资产 只可能是买卖 无形资产的净损失 净收益 也用资产 也用资产处置 也用资产处置 损益来表示 能知道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 净损益 这我到底想知道 它是净损失呢 还是净收益呢 别着急 一横 一竖 钉资账 或提醒账户 我们要写 谁的钉资账 提醒账户 叫固定资产 什么 清理 你不是说 它是后部队员吗 你每次补它位置 是有补在借方的 有补在贷方的 我就想知道 它现在最终在哪方 首先第一个固定资产清理 是借方65 对吧 借方过在左边 第二个固定资产清理 借方2万过在左边 第三个固定资产清理 贷方80过在右边 所有借方相加的67 所有贷方相加的80 差多少 差13 在哪一方 你说呢 余额肯定在数额大的一方 应该是差在代方 可是你忘了一件事 现在这个后部队员 是在代方13 你忘了吗 我们最终会把它清下场 它是后部队员 那我就应该在相反的方向 画问号 那就是借固定资产清理13 因为后部队员下场了 肯定它就没有余额了 我要转到哪去 蒙的蒙的出来 转到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资产组织随意里边去 所以不怕麻烦再说一遍 如果就在你手里边 丧失了使用功能 比如说正常的报废清理 甚至就在你手里边 咔嚓一个大雷把这东西批坏了 是买卖吗 不是 是转让吗 不是 就在你手里边产生的净随 是即营业外支出 净收益即营业外收入 而如果从你手里边 到了别人手里边 比如说出售转让 我们不论是净随时净收益 都记资产组织损益 好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 那么然后 我们现在这道题是什么 我明确告诉你是出售 原来是我的机器设备 现在到了您手里边 肯定是资产处置随意 那铁定资产处置随意 现在固定资产清理 不是在借方吗 问号画的哪方 我就写的哪方 那就应该是借什么 固定资产清理13 代方写什么 转手了 我们叫资产处置随意 13 这是净收益还是净随 是现在产生的情况 将净收益 有人说你知道叫净收益 那我要不知道叫什么 咱捋一下顺序 你就知道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是65 原值减折就减减值吗 65的东西 你售价是80 等于你赚了15 赚了15 你花了2万的费用 等于是你赚了多少 13 所以这13是净收益 结论是什么 资产处置随意 如果在贷方 表示的一定是净收益 如果你不知道资产处置随意 你总该知道投资收益吧 你总该知道主营业务收入 这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收入类科目 在贷方表示增加是净收益 好那么同理假如说 这道题要不是出售 就是正常的报废 或就在我手里边咔嚓一个大雷 把它批没了 但是产生了净收益 借固定资产清理 这就应该是营业外收入 只要在我手里边 不论什么原因 然后没了 要不转营业外收入 要不转营业外支出 只要从我手里倒到您手里边 就是资产处置随意 这个大家憋错了 另外我还想说一下 如果是净水 是啥时就出现净水 是画一个图 如果固定资产清理 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差额是在借方 有个15万 问号画在贷方了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 贷固定资产清理 贷方用哪个科目 区分什么原因 如果在你手里就没有的 是营业外之处 如果是买卖 转让了 是资产处置随意 此时资产处置随意 在借方代表的是 净什么损失 只不过这个赢意外支出 我们也要区分一下 是正常的清理包废 还是非正常原因 但是这个明细科目 我在这给你写出了 考试时我们出的快 其实从来不要求 你知道他用赢意外支出 就可以了 营业外支出 就可以了 好 这块内容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净收益 是带营业外收入 带资产处置随意 净损失是借资产处置随意 借营业外支出 就可以了 在我手里边的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转让的 出售的 是资产处置随意 这个别错了 但是我 该讲的这块内容 我已经讲完了 但我有必要再给大家补充一句话 补充一句什么话呢 你记得不记得 当时我在算赚了还是赔了的时候 赚了还是赔了的时候 我是不是告诉你 65的东西 卖了80 又花了2万 费用得13 其实将来我们能快速的 非常快速的算出来 我到底是赚了和赔了 怎么算 听好了 是用售价 跟你的账面价值去PK 啥叫账面价值来争 原值减折就减 减值准备 我们这道题的账面价值是65 而售价是80 有人说不对 80减65不得15吗 我刚才算出是13 对 记住了 如果你要支付了清理费用 你得到的减额绝不是80 而是售价减去清理费用之后 售价减去清理费用之后 跟账面价值去PK 得到的就是多少 13 如果得出来是正13 它代表的是净收益 得出的是负13 它代表的是净随 好 这儿如果为正 是净收益 这儿如果为负 代表的是净什么 损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还想提示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刚才做分路的时候 我写了增值税交向税额 但是我算 到底是净收益净随失的时候 我并没有考虑增值税 没错 增值税是加外税 增值税 是加外税 所以我们再算 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我们不用考虑增值税 其实这13还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叫什么 叫利得或损失 有人说这是不是我们前边讲快交速讲到的利得和损失 对 就是它 正13表示利得 如果算出是负13 售价低 表示是一种损失 没了 这块内容我就给大家说到这 售价减清理费用之后 减账面价值就是你 算出来的净收益和净损失 挣的是净收益 付的是净损失 然后不用考虑增值税 它本身就是我们这块的利得和损失 我就说到这 这块内容大家能理解就可以了 那么本来讲到这 就意味着专题五固定资产 我就全都讲完了 但是我想给大家补充一个内容 就跟刚才似的 刚才我固定资产的原值 是100万 包括我们固定资产叫原值 而存货 是不是应该说成本是100万 这100万 我们给它起个名称 虽然不同的固定资产 不同的存货 不同种类资产 它名称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最初最初的 那个初始计量的那个金额 叫账面余额 叫账面余额 我说清楚了吗 就是最初最初 你不是说按成本计量吗 那个成本我们叫账面余额 好嘞 那么还有一个概念 叫账面什么价值 啥叫账面价值 你比如说我以存货为例 存货最初的成本是100万 我既可以把它叫做存货的成本 我既可以把它叫做存货的账面余额 100万 然后减去什么 减去存货 因为存货不会提折旧 所以我不用减折旧 其实在这里边 这20万不是资产来的叛徒吗 我们习惯上把资产来的叛徒 统称为贝底项目 也就意味着存货跌价准备 就是存货的贝底项目 存货跌价准备就是存货的贝底项目 减完贝底项目之后的金额 我们称之为账面价值 我说清楚了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同理对于固定资产而言 比如说它的原值是100万 这100万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账面什么 于 固定资产有两个资产类的叛徒 一个是累计折旧 一个是什么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那么将来我要问你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怎么算 就应该是原值 减去折旧 减去减值准备 原值100万 折旧30再减去减值准备5 就得到账面价值65 是用账面余额减去所有的贝底项目得到的叫 账面价值 但是如果我要问你原值减折旧 我只问你这两项相减得什么 这两项相减我们得到的有时把它称之为账面净值 记住没有减减值准备的叫账面净值 然后也可以叫折余 价值 但我们很少这么区分 你就记住原值减去什么 减去折旧 得到的叫账面净值 或者叫折余 价值 同理如果要是无形资产 它这不叫折旧 它这叫贪休 那么你算完了叫账面净值 或者叫贪余 价值 再减去减值得到的是账面价值 最后我总结一下 资产如果用它最初的原值或者最初的成本 减去所有的背底项目得到的叫账面价值 存货减存货接下准备就得到账面价值 而固定资产要是原值减折旧 捡减值准备才得账面价值 无形资产要是原值捡累计贪消 捡减值准备才得账面价值 而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捡去折旧捡去贪消之后的 叫账面净值 或者叫折余价值贪余价值 多挣一个 大家不用特意去区分 你就记住 账面余额 减去所有的背底项目之后 叫账面价值 把这个结论给我记住就可以了 将来这儿我经常会说账面价值是多少 账面余额是多少 你一定要明白算回事 那我想问一下 我刚才说的都是什么资产 而对于负债来说 既不会有折旧 也不会有弹销 也不会有减值 所以负债的账面价值 跟负债的账面余额 通常是相等的 没有折旧 没有弹销 没有减值 就不用再说了 这块内容 我就给大家补充到这儿 那么讲到这儿 就意味着专题五 固定资产 所有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一讲 我就讲到这儿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